如果你選用不同的六角磚 它大小它沒有辦法去做拼接 甚至是不同品牌磁磚 它的高度1公分甚至1.2公分 就會影響它的地板的平整 有時候邊邊的大小多那一兩米 似乎在拼貼上大小不容易產生 哈囉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為什麼系列 今天的主題是 我是達玉設計總監雅梅 大家好我是裴萱 我們設計的這麼多案例裡面 其實每個客戶在回到家中 大門打開的那個瞬間 第一個接觸的地方就叫做玄關 這個玄關它一定會存在 只是說會因為可能每個人的場域啊 動線啊它的大小會有一些些不太一樣 那我們今天當然就針對玄關 可以用地磚材質來做一個介紹 在玄關的設計空間上啊 我們會看這個格局 它適不適合來做玄關 那原則上第一可能要考量到 面積的大小 它可能大概需要一到兩平 那適不適合做落成區的話 可能要看一下它四周的動線 還要考慮到大門的門檻的高度 適不適合在做降低的動作 那如果遇到比較小格局的話 我會建議說特別去區隔出 它是一個玄關區 我們會考量它的動線是不適合 順不順暢 那我們可以透過就是地磚 比較像不規則的平階的方式 自然延伸到室內的地板 來作為玄關的呈現 不要讓它變得很有形的一個區隔在那裡 可是它一樣可以有玄關感 因為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會回到功能 就是它基本上落成 就會放鞋子 然後還會所謂的隨手一些包包衣物的一個收納 其實無形中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漸進式畫面 去營造一個玄關的概念 當然我們今天聊的是地磚 所以我們就會去加強說地磚怎麼去做分界 怎麼去做設計 甚至剛才佩萱提到的工法的部分 可能要注意你有沒有要降低一兩公分 你走到室內 你有沒有要比它更低 還是要跟它一樣高 這個你也可以思索一下 甚至說也有客戶說 我可能還會考量到我的掃地機要不要過去 還會考量到很多每個人在意的因素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先思索一下 你希望你的玄關除了畫面外 還需要帶給你怎樣的功能 地磚這個部分的一個所謂的色系 我們就會講到設計面 色系常常客戶也會提到說 設計師你怎麼去幫我選購這個花色 選購這個材質 選購這個內容 我們會是以哪一些做出發點 那在挑選玄關磁磚的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考量到它的清潔度 容不容易清 還有就是它的止滑度夠不夠高 考慮到整體的風格 我們會用怎樣的花色 因為像花色的部分 玄關地磚就有很多選擇 它可能有六角磚 可能有花磚 甚至有木紋磚的選擇 其實種類滿多的 透過這些磚的不同的鋪設方式 它呈現的風格 每個人居家的設計會很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分享一些地磚設計最有印象的 像我每次都會跟他們說 我曾經用過一個地磚六角磚 大概有六七個客戶使用 可是六七個客戶它所呈現來的花色是完全不同的 我自己也覺得很驚訝 原來可以這麼多變化性 可以單用它的樹磚 也可以單用它的花磚 在這樣的六角拼貼下 有人喜歡花多一點 有人喜歡樹一點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也會延續到說 這個設計 有些客戶就像喜歡佩萱剛才一直提到的 鑑信式設計 好像有個花紋這樣循序漸進進來 除了本身它花紋帶給我們的為之一亮以外 我還覺得那個花磚真的會讓我 開始想像進入這個室內設計的空間了 那剛剛亞美講的 除了磁磚的一些變化之外 我們可能還要考量到的就是可能收邊條的部分 因為你的室內如果是木地板或者是磁磚 就會影響到跟我們的室內的花磚 它的收邊條的形式 那甚至它的高度有沒有落差 都會影響這個收邊條的樣式 它可能是金屬條 有可能是木地板的收邊條 有可能是T字型 有可能是L型的方式 它還是會有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也是一個區分的概念 然後有的時候也是為了加強所謂的 兩個介質的交界是能夠更有穩固度的 常常也會有客戶說一定要用收邊條嗎 其實還是會有一個所謂的 產品特性結構特性在裡面 我們還是要考量除了設計以外 美觀以外 這部分還是會考量到使用功能 因為玄關是每天應該會進出非常多次的地方 尤其是一台子的部分 一定要用收邊條去處理 聊完那麼多比較偏高度啊深度啊 還有收邊條 我們到底用了多少地磚在我們的玄關畫面裡面 一定要再分享一下我們案例中美美的作品 那我們看到第一個案例的話 這個是使用六角磚去做鋪貼 在一開始建商的格局規劃上 它就是有一個很獨立的一個方正的一個玄關區 那我們透過洞洞板的隔屏後面 我們先去把區隔出一個無翼區的設計 讓它的玄關地瓶維持大概一平面積的一個尺度 那在這個地板的話 我們利用大概四到五種的六角磚的畫色 它有樹磚有畫磚 讓它自然的延伸到室內 我可以挑四到五種不一樣品牌的嗎 喔不行不行 不然呢 妳不是剛才講四到五種 它的磚的系列它一定是同一種 它主要是會考量到高度 還有大小的一個規則性 如果你選用不同的六角磚 它大小它沒有辦法去做拼接 那甚至是不同品牌磚 它的高度一公分甚至1.2公分 就會影響它的地板的平整度 所以不能說我在網路上看到 這個是石層石 那一家也石層石 我就拿來用 對它其實有時候邊邊的大小 多那一兩米可能再似乎再拼貼上 大小部分就會產生 我原來是要找同一個系列的 對 像剛剛的案例就可以看到說 我的室內可能就是比較簡約一點 所以我在玄關的地方 不要離開那個顏色太多 我一樣還是比較偏灰黑的部分 去帶到整個室內空間 當然也會有另外的客戶說 我看到那麼多磚就只能用花磚嗎 就只能用一般的可能防滑磚嗎 當然不是啊 像近年來也有一些所謂的 偏大理石花紋的磚 其實這個也很漂亮 因為在很多客戶他一開始就說 我喜歡那種很現代風 我喜歡有帶一點就是食材的感覺 對 所以在這個選用上 我們其實反倒是會以室內空間 去帶到室外空間 像我有客戶是會用到一致性的顏色 我覺得我一進來我就要同樣的顏色 對 當然也有說我一進來想要很輕盈的感覺 就像我們照片中的一個紋路 他是帶一個淡淡的花紋紋理 然後延續到室內的空間 隨著燈光隨著這個廊道 你會覺得自己很像在走在藝廊裡面 在這個案例的話其實它本來是塵屋 那我們有去做一個隔間的重組的動作 因為它其實在一開始玄關進去的時候 有一支大柱子卡在中間 那我們透過格局的重組之後 讓它的柱體再弱化 再藉由我們的玄關的落成區的界定的空間 讓它感覺不會這麼的壓迫感 應該說我有美美的地磚 已經修飾了整個過道的感覺 然後又有你們的巧思 不會說原本那突兀的梁柱就不見了 反而變成這個空間的一個很大的亮點 那設計師在這一張照片 你會選正方形的 而不是用六角磚呢 因為我們其實在整體的立面的設計 它是比較活潑的 那時候我們在地板的選用 想要讓它是比較規則狀的 而且可以看到這個磁磚 它本身的花紋理 特色玫塊都不一樣 它是自然的 不會看起來是說很呆板的 就有點呼應到立面的空間 整體是比較混搭的呈現 因為它在色澤上 你們刻意用一個比較帶灰色一點點 因為它空間的藍色 其實它很耀眼 我們也有注意到說 這個顏色太多了 如果太花俏了 其實會有點誤搶那個風產 整個玄關區的那個焦點了 喔 了解 可是它一樣有一個淡淡的紋路 哇 這個也是一個小心機 對 而且這個顏色其實蠻好清潔的 對 這樣都看不到 像剛剛分享的是幾個案例 因為這案例太多了 我們沒辦法用這麼短的時間 去做主意的分享 可是你們可以在這個時候訂閱我們 我們隨時都有新的動態 要記得訂閱 對 然後我們會不時的分享一些 我們工作上啊 今天可能鋪的地磚 或者是說我們在選用地磚 我們去鋪設地磚的一些畫面 喜歡的就記得要訂閱 對 還要按讚分享 對 還要按讚分享 講了那麼多地磚的部分 我們還是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聽完這些地磚 可是又聽到你剛剛那個高度 我家好像動不了了 我的門可能坐下去就開不了了 那我還有什麼選擇啊 磁磚的部分一定會要動到你做 如果一開始在課邊的時候 沒有將它原本的磚退掉的話 那變成還要再做拆除 那另外一種的選擇方式 可以比較節省預算 又有落成區的效果 像我們這個案例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就是選用是PVC的地板 下去跟室內的地板做一個層次的延伸 它可以不用動到你的結構層 它只要鋪上去方便又迅速 清潔上也是很好清潔的 它的特性就是薄 因為它也抗污 可是我覺得這兩年 花色有越來越多了 它的花色是沒有到地磚這麼多元 可是基本上花色也一直在客服中 相較於剛剛提到的PVC地板 SPC地板本身的石粉含量 它本身就比較高 相對的一定會更堅固啊 更耐磨 使用年限較長 當然價格上的確也會比PVC地板 再稍微貴一點 石塑地板近年來 因為它有太多的選擇 客戶可以依照自己的裝修風格 來選擇深色或淺色來做搭配 剛剛分享完 有一般的地磚 花磚 然後到我們最後的一個石塑地板 原來玄關設計有這麼多元 在這個設計空間裡面 原來有這麼多的變化 可以讓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選擇的方式這麼多種 玄關是家裡真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空間 它要承載著我們一進門的鞋子啊衣物啊 甚至到很多大家個人習慣的一些用品 所以這個空間的美化其實也是近年來 蠻多客戶注重的一環 也很開心的跟大家分享這個議題 也很開心分享有關我們的玄關設計內容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客戶想要了解更多的前觀設計 或者是其他材質 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留言 我們會再盡快做一些議題來分享給各位 那以上就是我們地磚設計的一些案例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也歡迎大家訂閱持續的關注我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謝謝掰掰 請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